岳父过世时,宅住正和妻子拍着一则滑稽广告,电话声响起,妻子穿着戏服去接,一片慌乱之中,车筒里传来的死讯却显得异常平静。 爸爸过世了,妻子闪着泪光告诉宅住,而宅住最在意的是葬礼在哪举行。 岳父岳母现在住的是宅住的房子,尽管她早已搬到东京生活,那里成为了她口中的乡下,但她仍不愿在自己的房子里举办葬礼。 妻子眼中流露出刹那的伤心,但沉默过后,她还是收敛起情绪,祈求丈夫能够同意。 最终,宅住不情愿地答应了下来,妻子告诉她,葬礼上的事也是你要考虑的,毕竟他也是你的父亲。 而宅住则带着几分疑惑说道,是吗?我的父亲吗?他显然有些不适应。 回家后,宅住向两个孩子宣布了外公离世的消息,而孩子似乎还不懂该以怎样的情绪去应对。 雨夜,一家人出发去老家操持葬礼,行程漫长,车上放着过躁的摇滚乐,而孩子们还是难忍困意疲惫地睡去。 了解父亲,妻子觉得她就这样突然走了也好,母亲已忍受她太久。 早年,家里靠开一级管为生,母亲忙里忙外地操持着,而父亲却只知品尝店里的产品,我的名字就是他和情人一起去的,他就是那样的人,妻子感慨道。 到医院时,葬礼的成败人迎了出来,熟练地质疑慰问后,领他们去了病房。 妻子妹妹一家,岳父年迈的哥哥,以及刚刚失去老伴的岳母,都已等在这里,大家一起去看了亡人。 经历之意后,一家人慢慢围拢在一起,俯师师脚下展现的不仅是悲奇,还夹杂着几番好奇。 就在这样的注视之下,岳父离去的细节,被岳母叙叙叨叨地说语了众人。 缅怀过后,经纪人向宅住要了二十万去服医院的费用,而窗口告诉他只需三万元,经纪人喜笑眼开,直到进门时看到一家人的目光,才又收敛起了笑容。 要如何将亡人送回家呢? 承办人给出了两套方案,要么就这样抬回去,放在床上,要么现在就放入棺木之中。 宅住和妻子极力坚持第二种,他们不想再将亡人放在床上,觉得将棺木直接置于祭坛前即可。 尽管伯父对这样的做法颇具微词,遗体入棺有一整套流程,先由至亲之人穿上足袋、草鞋,而后要全家人一起将遗体抬入棺木,再铺上白纱,放入干冰,和上棺盖。 屋外,大雨依旧下着,男人们抬起棺木,女人们撑着雨伞,亮亮腔腔磕磕绊绊,王人总算回到了家。 大厅中,伯父又纠结起棺木朝向来,按照传统风俗,应该朝南摆放,那年轻一辈,显然也无意分辨这些。 大家各自散在房间里,描写了家常。 岳母上楼,拿来了岳父的遗像,宅住看了看说,是张不错的葬礼照片,上面还有恰当的黑纱。 一家人再次聚拢在遗像前,岳母向大家念叨着,今天春天,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跑去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 而礼物内,经纪人正向承办人感慨,她的死只花了三万人员,还包括死亡证明,是个有福气的老人啊。 接着,就是具体事宜的安排,明天守灵,后天葬礼。 至于死后的明慧,就先用现在的名字,之后再取新的。 另外,还要请和尚来诵经,宅住对葬礼的流程一窍不通,她起身喊来了妻子。 承办人介绍说,女人要先为和尚敬茶,然后杯些糖让和尚带回去,另外还需要捐赠,数额不定,十万或二十万都可以。 而经纪人像谈生意一般问道,有没有市场价可以参考呢? 承办人只好说,一般体面人家都是二十万。 流程商议完后,承办人冒雨离开,众人也已散去,宅住则去了楼上的卧室睡觉,我有妻子和岳母留在大厅里守夜。 第二日一早,宅住睡眼轻松地醒来,看到剧团里的摄影师正用摄像机拍着自己,他是被经纪人喊来帮忙的。 下了一夜的雨,已经停下,山间升起雾气,佛夫早早赶来上香,他打开关盖念导着,恋爱还是正常的,这样挺好,就像他还活着一样。 而后,他又像突然想起班,说自己要回趟东京,会在法师开始前赶回来。 房间里,宅住和妻子看起了葬礼教学录像带,学习着如何得体地表达悲伤。 他们对每一个步骤都一无所知,好在录像带中有着详细解释,着装,仪态,答谢雨。 每到关键处,夫妻俩会如小学生背诵课文般,反复默念着,直到确保自己记下了足够的词汇后,再长出一口气,放下心来。 而宅住还要在葬礼上置长长的道词,这让他倍感厌烦,妻子安抚着他,就像安抚着一个要完成作业的孩子。 出门后,和摄影师一同到来的女同事正站在走廊中,他是宅住的情人,如此情景下,那一抹暧昧的笑,让宅住显出一丝慌张。 无所事事的摄影师,记录下了筹备葬礼的全过程,他看上去就像一出卓鳖林的无声滑稽剧。 伴随着悠扬的蓝色多脑盒,人们布置灵堂,挑选花束,放置棺木,拉起幕布,灵堂灯光亮起,鼓掌庆祝。 而后世学习上香,要点燃三根香,不能用嘴吹灭,而是要用手扇灭,前每根香都要插直。 孩子们像玩一场有趣的游戏板,排队学习着上香的流程,接着是挑选法使用的手串,有的便宜,有的昂贵,显然女人们对此更有发言权。 物质妥单后,全家人愉快地在灵堂前拍摄了照片作为纪念,最后是守夜前的准备,女人们做了美味的食物,而男人们则已围在了桌前饮酒喝茶。 终于,一切都已筹备完成,放松下来的女人们结伴爬上屋顶,远处风景很美,所有人也都笑得很开心。 王妇从东京赶了回来,还带来了自己的妻子,众人上一起葬礼当天午餐的事,而情人却故意在一旁卖弄疯子,向窄住安送着秋波。 此刻的眉目传情令窄住心虚不已,而他也只能极力掩饰着,但情人的动静越来越大,最后和摄影师扭打在了一起,引得众人翻翻侧目。 宅主只好拉着两人出了门,看着他们离去,妻子似乎生出了一丝疑心。 情人快步走入密林中,宅主紧随起后跟了过去。 在无人察觉的地方,宅主敷衍地对情人说了些安抚的话,让他先返回东京去,办完丧事后自己回去找他。 但情人却不依不饶,再次钻进了密林深处,最终,两人纠缠在了一起。 此刻,妻子正在鼓刹前荡着秋千,圆摸在空中左右摆动,妻子面容平静。 如林间跃动的精灵。 而在密林的另一边,丈夫却称狼狈发泄者如兽般的欲望。 片刻过后,山林归于静谜。 宅主却显得有些急躁与慌张。 在为情人寻找丢失的梳子时,他一个靓枪划入泥塘之中,只得又去景边清洗。 而看着狼狈的宅主,情人却大笑起来,这笑中尽是掌控后的嘲弄。 宅主有些气恼,打了情人耳光。 而此刻的恼羞成怒只意味着虚弱,对方的笑声并未停歇。 最终,得到满足的情人扬长而去。 妻子恰好出门,他问宅主发生了什么。 宅主则慌张掩饰着,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此时,一辆豪车出现在路的尽头。 和尚来了,众人纷纷出门迎接。 排圈中,妻子按照礼节送上了茶水和糖,并转头撇向承办人。 承办人给出一个确认手之后,妻子才放下心来。 和尚说,和家是从怀孕开始算寿命的,所以亡人的寿命要加一岁。 众人未有异议。 接着,和尚开始了诵经。 那人们低头做哀声状,而孩子依旧在肆意打闹。 送经的时间很长,让人腿脚麻木。 所有人都默契地偷偷调整着身姿。 电话声响起,经纪人起身去接,对一个亮墙跌倒在地。 众人无嘴低笑。 送经结束后,院母送上了捐赠,但和尚还看上了楼顶的桌面。 那是从法国买来的,和尚嘴上说着昂贵,不肯接受,却早已爱不释手。 夜幕降临,表亲和邻居们都来了家中。 丧宴上,酒意阑珊的男人们七嘴八舌地吊着家场。 席间,作为企业家的伯父,不停向经纪人炫耀着自己旗下各个公司送来的电衣。 而一旁的侄子辈却露出鄙夷之色。 他一个人控制着所有公司,不让自己的孩子碰一分钱。 这次接酒意表达着对伯父的不满。 你知道他有多少钱吗? 不知道,有几百万吗? 经纪人装着糊涂。 不,他有几十个亿。 楼上,妻子正和一些年老的长辈喊喧着,他们是父亲生前好友。 说起父亲,客人客套夸赞他是个好人,而妻子也礼貌回应着。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提出,想再去看看父亲。 妻子领他们下了楼,观目打开,老人突然哭得气不成声。 这场葬礼上少有的真情,让喧闹的众人瞬间安静了下来。 厨房中忙碌着的女人们,也纷纷出来看起了热闹。 是真苦,有感情呢? 女人们议论道,老人哭声未落,酒桌便再次喧闹起来。 片刻的悲戏,又被淹没在笑声之中。 变身时,酒意正憨的男人们仍未有半分离去之意。 着急的女人们,只得偷偷换出各自的丈夫。 接丈夫之口,提醒众人该回家了。 被扫了兴致的男人们,这才带着几分不怨,起身向家属告别。 终于,所有人都散去。 网友与这个家最亲近的侄子留了下来。 他依然抱怨着伯父的自私。 我绝不会变成他那样,留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你父亲也讨厌他,所以他从不回家。 热闹过后的大唐显得愈发冷清。 再去看一眼亡人,三人都悲痛地哭了起来。 家里已睡满了客人,他们只能在大唐中过夜。 妻子带着泪光,提了提精神说,不如我们唱首歌吧,就唱父亲生前喜欢的,他不会介意的。 母亲也擦掉眼泪说,你父亲也交代,守夜的时候要开心。 于是,安静的灵堂之前,兄妹两人合歌而舞,母亲则拍手合声。 在这样一个夜里,也许唯有这段歌声,才能真正传入亡人的耳朵吧。 妻子唱歌之时,摘住也还醒着,他还在观看着内卷录像带,思考着明天发言的内容。 第三日,狂风大作,宋经声再次响起,室外的礼金台上兑满了现金。 经纪人无所事事地伸起了懒腰。 忽然一阵大风吹翻了桌面,礼金随风飘散。 原本肃默的人群一瞬间吵嚷起来,所有人都伸手伏地,显示起了被风吹乱的钞票。 眼前的场景就像一场自发的仪式,而这场仪式或许要比他们正三家的葬礼更显真诚。 狼狈的经纪人在此接过众人手中的礼金,最立不住地说着感谢。 最后一张钞票被挂在树上,安卫等爬上树的年轻人抓住,还便飘落到树下老人的手中。 众人鼓掌欢呼,就像庆祝着某个欢乐节日。 喧闹之中,灵车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路的尽头。 阳光照耀下,金色的车身显得格外耀眼。 接着是核观仪式,至亲之人要一起为王人戴上花环。 母亲放入了第一朵花,正当悲泣之时,伯父突然喊住了众人。 等一下我来拍张照片,在伯父的指挥下,所有人围在一起,各自调整着姿态和情绪。 然后就要正式核观了。 至亲之人排好队,一人一下将第一颗钉子掀入棺木。 大人们都在走着流程,而孩子却真心实意地狠敲了几下。 终于,最后的仪式到来,众人合力将棺木装入灵车。 伯父发表了得体的知词,简单概括了王人的一生,并向所有到来的人表示了感谢。 风停了下来,相见小路之上,王人走上了最后一段路途。 看着棺木被推入焚化炉,母女抱在一起痛哭起来,宋经圣中大火燃起,一切尘归尘,土归土。 山中花树开得正盛,和妻子一起在树下出烟时,摘住似乎想到了自己最后的归土。 烟不多呢,放松下来的众人望向烟囱,孩子们兴奋地唱着歌,说看到了外公。 所有人敢去观看,唯有母亲不忍,留在了外面。 一家人好奇地围在炉前时,经纪人和工作人员攀谈了起来,对方说,炉子一般是不会打开的,虽然从没发生过,但我们总怕人还活着。 众人走出来时,一缕青烟恰好从烟囱中冒出,不知最终会飘向何处。 归家时,要向身上撒眼镜画一下,才能走入家门,终于只剩下至亲之人。 吃饭前,摘住要做最后的致辞,她很是紧张,但岳母却主动提出想说些话,不必再背诵到辞的摘住如实重负。 坐定之后,老人先向众人表示了感谢,然后她说自己有一个遗憾,便是最后时刻没有陪在老伴身边,而只是站在病房外,等着她被抢救。 一人一人で死ぬっていうのは、この人も寂し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でも、今日こうして皆さんが賑やかに集まっていただいたおかげで、今、この人はまた仏さんになって、 私のところへ、また戻ってきてくれたような気がします。 私は、これからは仏さんになったこの人と、 生きとる私とで、 また、 次の暮らしを 始めるんだな。 葬礼就这样结束了, 从众人离开时, 阳光明媚, 在初想, 妾子握住了宅住的手, 宅住也转头看向妻子, 眼上露出一丝愧疑和几分久违的心安。 一旦十三用一场葬礼开启了自己的电影导演生涯, 当时他已51岁, 在这场葬礼中, 有悲痛、 有窃喜、 有真情、 有违视、 有对死亡嬉皮笑脸的调侃, 也有对生命近似笨拙的固守。 对于这样一个在当代生活中愈发尴尬的仪式, 一旦十三极尽嘲讽, 但又不是全然批判, 不然戏缺之中不会夹杂如此多恰如其分的悲痛, 更不会有结尾处那一抹轻松的温情。 导演更多是把葬礼当成了一个承载时间百态的容器, 密林中狼狈发现欲望的宅住, 秋千上优雅晃动身体的妻子, 手材奴般的伯父, 笨拙生活的岳母, 呈豪彻而来的和尚, 代酒星而去的宾棚, 所有人以祭奠王人之名聚在一起, 急急扎扎, 吵吵嚷嚷, 各自构成了这服饰景观中的异角, 而顾雀之人虽躺在景观中央, 但却早已离场, 最后那一缕青烟升空, 也不知会飘向何处。 医院中窃喜, 灵堂前摆拍, 黄锋里剪钱, 门炉前猎奇, 这场仪式处处充满了荒诞, 但这份荒诞中, 尤其是导演对生死豁达的调侃, 人生如果是一场喜剧, 但在离去时, 让所有相识之人, 再围着自己眼上一幕, 真情实感也好, 丑态百出也罢, 也算是一份 或是潇洒的告别之礼吧。 我是腾景树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会持续分享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